大家好,我是Kitty Young,很高兴与大家又见面了 这是咱们的量子计算机的第一节课 大家之前可能在DannyData的节目里面看到说 我会在微博上面还有B站 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量子计算机的学习方法还有内容 那我平时的工作比较忙了 所以就周末的时候可能抽一点时间出来 为大家具体的讲解一些概念 所以我们每一次可能就减其中的一个概念 具体的讲一讲,细讲 让大家能够明白 然后我们可以再接着讲下一个概念 那今天是第一节课嘛 所以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了 我的专业生涯是从剑桥大学开始的 学习物理,这是我的专业自然科学 从大一的时候我就在卡文积取实验室 进行量子方面的研究 因为大一的时候还在学校实验室工作 不属于学生的本来的课程内容 所以我是找到我们的教授就主动提出来 能不能暑假的时候跟组里面一起去学习 所以很幸运的就从一开始能够进入到量子物质组 去学习和跟着我们的导师还有博士生 一起去做一些最前沿的研究 所以当时做的是这个凝聚态物理 在实验室里面动手自己去制作一些新的元件 新的这个材料 然后还要再做很低很低温的这个凝聚态的物理实验 所以当时用了很多这个Dilusia Refrigerator 就是稀释制冷机 然后要自己动手做很多这种电子元件 把自己做的这些晶体什么的 动到非常非常冷的状态当中 比如说几百微Kelvin 所以当时做了很多这种比较前沿的 很新颖的研究一些新的量子的物质 研究他们的这些量子状态 后来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应用 所以就到了哈佛大学去做应用物理 当时是做的是plasmonic circuit 就是一种新型的用电子波做的光学芯片 我当时在这个实验室和捷径室 做了很多这种自己动手做的元件 也是在一种比较极端的环境下 要穿着这种全身的防护服 进去做这些纳米级微米级的微小的这种芯片元件 毕业了之后呢 就到了英特尔的光学芯片组 去做这个芯片的开发 当时设计了很多那种新型的激光啊 还有光学的探测器 各种元件 然后把它们做在这个大型的这种芯片 Wafer上面 还动手做了很多种开源硬件 在创客组也做了很多的项目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我专业方面实际上是着重于硬件的 一直以来是做了很多硬件的产品开发 现在在微软的量子计算机组 更多的是做一些软件方面的 其实软件这部分编程量子计算机 一开始是我自己学的 那因为工作之后嘛 没有真正的这些上课啊 所以基本上工作以后所做的这些事情 都是后来自己学的 学无止境 所以我自己开始学了这个软件方面之后 慢慢的就到了这个微软的量子计算机组 那可能之前看过我的一些内容的朋友们 也知道我也很喜欢艺术之类的 所以有一个这种平行的事业是做可穿戴科技 还有科技时尚这部分 那这两个看似好像科技和艺术分开的平行的两个领域 我一直同时在做 实际上它之间有很多的交集的 所以在讲这个量子计算机的内容呢 其实我也会运用到很多这种艺术的方法 我所现在做的项目很多都是这种科学工程设计和艺术结合的 所以我们以后讲量子计算机也会用这个漫画的形式 因为我从三月份开始大家都在家里面开始工作 因为疫情嘛 就是很多人都是在家里面自己开始在网上学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作为一个自我的挑战 我也开始想把自己学的东西和懂的东西 用这种绘画的东西表达出来 因为绘画我个人认为是能够真正的考察自己理解力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从三月份开始就慢慢的把这个每一个量子的概念 把它用漫画的形式画出来 并且每周日还给大家上课 是在这个Hackaday U 还有微软的这个reactor 一起给这个感兴趣的朋友们来参加来听课 这个漫画就变成了我的一个教程 所以还积累下来 刚刚出了一本漫画书 这个我会用这种新的形式为大家讲解各种概念 并且呢 我想给大家带上一个学习量子计算机的一个捷径 就是有时候经常会听到这个 有很多人会觉得量子计算机很难啊 或者怎么听不懂啊 可能还没有开始学就已经觉得不会听懂了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很多的误区就是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量子计算机是 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博士数学啊 或者物理的博士才能够去参与的 实际上不是的 实际上特别是像做软件方面 去开发软件是更容易的入手的 可能硬件需要一些基础知识 像我刚才给大家看到的一些背景 可能是需要一些更深的学习 但是像软件方面 我们是有一些简单的概念 可以很快的入门的 那这里是我个人觉得一个比较好的捷径 学习量子计算机能够从最基础的几个三大概念 就是叠加干涉和纠缠进入 然后呢我们很快的可以运到一些线性怠数方面的知识 还有我们还有编程语言叫做Q sharp 可以很快的将这些学到的概念结合到一起 然后我们就可以写算法并且在硬件上面去跑这些算法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个人而言的话 你是不需要懂得很多量子力学方面的内容 而是只要掌握了这几个重要概念 然后就可以很快的去进行实践了 所以我想通过这些课程给大家一个简单明了的入口 并且之后能够学会怎么去运用这个量子计算的原理 去写一些算法出来 再顺便加一句就是说我刚才提到过的 为什么是要用图画的形式来作为咱们的课程内容呢 就是这是一个我个人总结出来的一个学习方法 就是特别是学习自然科学的一个三合一的一个要素 因为像物理这样的学科是有需要很多公式推导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语言将它描绘出来 但是又可以用图画把它概括出来 然后又可以用公式把绘画当中表达出来的东西又浓缩起来 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三者之间去互换的话 那就说明我们可以找到其中的这个真正理解的这个点 而且我们现在又有很多的方法就可以写代码 就可以巩固我们这个学到的数学知识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 我个人认为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 能够通过在这三者互换当中发现我们理解的薄弱点 还有给大家提一下就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 特别像英文的量子计算机的内容 基本上很多都是入门 就是量子计算机如何是怎么回事 然后很多是停留在这个基础概念上面 像叠加这种非常基础的概念 所以我是很想快速地将大家带入到能够应用的这个阶段 那如何去辨别一些好的内容呢 像网上现在的内容非常的多 可以去看一下他们会不会讲到算法 会不会举例让你去动手去自己写代码 或者说讲的内容超出了这个 只是叠加干涉或者纠缠这三点 能够真正的将你带到下面的更深的一些概念当中 我觉得如果你看大纲的话 有那些更后面的内容他们会讲的话 那说明你可以继续看下去 但是如果说只停留在特别像一些媒体的报道 就可能只停留些什么是零什么是一这样子的基础内容 那就大家看一看就差不多就可以选择其他材料了 之前在Danny Data的节目里面也简单介绍了一下量子计算机的概念 然后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研究量子计算机 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传统计算机有一些很具有挑战的问题 无法用传统计算机去解决 那其实量子计算机 我个人认为它就很像其他的那些仿生的工程 我们就是看到大自然本身的基础结构是怎么去运作的 然后运用它们当中的现象去把它做成硬件和新的计算方法 所以量子计算我看到有一些朋友也在之前我发的内容里面 也有评论也有问到 就是说是不是一种新的方法 新的计算方法 没错 所以作为第一节课 我们就要把最根本的一个概念理解 这个概念就是叠加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传统比特 它其中是没有叠加的 就是传统比特呢 比如说像一个开关是开的还是关的 或者说一个房间的温度是高了还是低了 或者你有一个硬币 你说它是一个正面还是反面 这都是传统比特的一个用二进制的表达方式 就像刚刚这三个比喻这三种信息 你都是可以用0和1去表达的 那么如果是0和1的话 那就说明是有数学 可以用数学方式去表达这个比特 那这里就是一个 我们怎么用数学去表示0和1这两个状态呢 就是可以用这种2比1的这个实量 这0你就可以写成10 一个实量10 然后1就可以写成0和1 那对这个数学概念不是很熟悉的朋友 不要太介意 我们之后也会有更多的去用到 让你更加巩固理解 更多的数学了这里 不过不要太介意了 后面还有更多内容来解释这些 那如果一个比特可以用矢量去表达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将多个比特放到一起去 用这种数学方法叫做张量机的方式 将它们放到一起 就是如果有两个比特用张量机乘到一起去的话 你就可以将它写成一个四维的实量 像00你就可以把它写成10乘以10 这是一个张量成绩 跟普通的这种乘法是相似的 但是它是用来放在这个实量上面使用 那如果是00的话将这个乘起来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1000的结果 这个就是我们的00比特 如果我们有两个比特是01的话 那就将10跟01这样张量乘起来 得到结果就会是0100 那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这边右边写了一个运行方法 就是张量机是怎么去运作的 就是第一个单元乘以整个的实量 然后第二个单元乘以整个实量 然后得出四个单元来 所以喜欢数学的明白数学的朋友 可以就是一个一个乘起来去证明一下 但是对这个数学不是很熟悉的 欢迎大家去看一下这边右边是如何去运算的 但是不要很介意 如果这个看上去非常的运的话 没有关系 咱们可以跳到下一页去 那我这里就是想告诉大家 这个传统比特就可以用这种实量去表达 当你有多个传统比特的时候 你也可以将它们写成这种长长的这种实量 这是有两个比特的时候 你想想也会感觉到 如果我们只有两个比特的话 那一共就只有这四种可能 就是00、01、10和11这四种可能 那你最后的结果 也就是一个四维的这种实量 因为不会有其他的结果 所以你的结果出来就是1000、0100、00、10和0001 但是在这个大自然当中 我们的基本运行单元就不是像这种0101的 这是等于说是对大自然本身的运行方式的一种简化 就是这种二进制是一种简化 如果我们看大自然当中的这种基本结构单元 像原子、电子、光子这样子的基本粒子 那它们是有能级的 并且它们的能级是可以有无限格 就是根据你是什么样的原子 什么样的电子去决定有多少个能级 并且能级是多少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说 每一个基本单位都是可以有一套能级 像电子在一个原子里面 它就可以有能级0、1、2、3这样子 全都是有可能的 就是电子可能在能级2这个时候出现 但是过一会儿又在能级0出现 又在能级4出现 它是有这样一个概率性 在不同的能级上都可以出现的 所以这个就是能级的叠加 在这种基本单元当中 它们是有能级的 并且它们都是有一定的概率都可以出现 都可以让这些基本单位所在的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量子计算机所运用到的 就是我们能否用一种数学方式去表达这种叠加 将这种不同的可能性的叠加 用数学的方式表达出来 然后再利用这种数学方式做一种新的计算 那再给大家一个具体一点的感知 就是叠加这个概念 就传统比特来说 如果我们只有空的一个画的圈 如果我们自己是可以定义的 我们就说空的是表示用零来表示的话 那满了我们用一来表示 这是传统比特 但如果是量子计算机当中呢 它是有这种概念可能性的 我们可以将这个二分之三画的是满的 那我们就说在这个量子比特当中 我们有三分之一个零和三分之二的一 如果是用这种概率的彩票球去表示 如果我们有二十个球在这个碗里面 我们可以说定义它为零 如果二十个球都是蓝色的 那我们可以定义它为一 但是如果是量子比特呢 我们是可以将这种颜色混到一起去 然后就说如果二十里面有八个是零的话 那我们说有二十分之八个零 如果有十二个是蓝色的话呢 我们就叫它二十分之十二个一 之前我说过这个硬币的比喻 我们也可以用量子去表达 就是说如果是传统的比特呢 那头我们可以定义为零 尾我们可以定义为一 但如果你将这个硬币旋转起来 如果这是一个均衡的硬币 那它可能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 是个头 那百分之五十的几率为零 和百分之五十的几率为一 所以这样比较来看你就会发现 其实量子比特呢 它是在代表一种概念 概率性 它是可以将零和一去叠加的表示出来的 就在用一个量子比特 一个量子位 你就可以概括这些信息 那如果我们可以那样画图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数学去表达出来 像刚才我说的零和一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直接写零和一 去表达这个传统的比特 那量子比特呢 它是这两个可能性相加的叠加起来的 那它是有一定的概率为零 一定的概率为一 那我们前面在零和一前面 就应该加上一个这样子的两个数字 去表达能够概括它零和一的概率的 那A这里实际上是就是说 我们整个系统里面有多少个零 然后B呢说我们整个系统里面有多少的一 像之前的那几个例子来说呢 这个有一个这样子的圈 如果是三分之一是空的 二分之一是满的 那它的概率就是说 A的平方是三分之一 B的平方是三分之二 为什么这里有个平方呢 是因为我后面会给大家讲 这个比特里面的这个零和一 它实际上是一种函数波 那每个函数波它是有一个振幅的 那A和B实际上是振幅 学过物理的朋友会知道 这个振幅的平方是概率 所以我们这里 A和B它表现的是这个零和一的振幅是多少 那它里面的平方之后就是几率 那刚才看到的这个二十分之八是红色的 实际上A的平方就是二十分之八 那B的平方是二十分之十二 这个是彩票球的那个比喻 那硬币的那个比喻呢 就是A的平方是百分之五十 B的平方是百分之五十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量子计算机里面最基础最基础的概念 就是这个叠加概念 那我们后面会给大家讲到这个叠加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 为什么可以用这种叠加的概念去做量子计算 叠加它实际上是最基础的能够引导出后面的两个重要概念 一个是干涉 一个是纠缠 干涉呢 是可以用在这些量子计算的算法里面 我们后面会看到 如果我们利用干涉的话 做一些计算是可以比传统计算做同样的工作要更有效率 比如说量子干涉是在这个量子加密中一个很重要的运用 也可以说如果有了这个量子干涉的一些算法的话 我们可能会将我们现在现有的加密技术给打破 所以当我们能够做到使用量子算法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考虑怎么能够做出更好的量子加密 去改变我们现在的这种加密方法 还有纠缠呢 我们后面也会看到纠缠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现象 并且是可以使用在量子通讯当中 是一个很重要的应用 最后我想给大家解答一个常见的 可能很迷糊 让人很觉得很玄乎的地方 之前可能大家也看过我的这个量子猫 薛定谷的猫的这个耳环 是他可能有可能会是在死的状态 有可能是在活的这个状态 就是如果你在将这个视频停在不同的位置的时候 这个猫可能是活的 会是死的 这实际上就是薛定谷的这个猫的概念 它实际上是一个思想实验 很多人可能听说过这个薛定谷的猫 而且可能以为这个薛定谷的猫 是用来证明量子叠加概念的 但实际上是一个历史故事 就是薛定谷他那个年代 量子力学是刚刚被发现的 所以他们当时的那个知识是有限的 对刚刚接触到的一些量子现象 当时的物理学家是觉得非常的奇怪的 有一些现象是他们用这种传统的物理 经典物理是没有办法去解释的 所以他们是刚刚开始研究这个叠加 是怎么去理解的时候 当时薛定谷就是觉得叠加这个概念 会引出一些很荒谬的结论 他打了一个比方就说 如果我有一只猫 我把它放在这个盒子里面 然后这个盒子里面又有一个毒药 并且有一个放射性的物质 然后这个放射性 它本身是一个量子现象 那如果我们用这个放射性 去控制这个毒药 会不会被这个锤子打碎 然后这个猫可能会去舔 去吃这个毒药 那这个等于说间接的这个放射性 它就会导致这个猫是死或者是活的 但是呢 如果这个盒子是封着的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情况 所以只能说 可能有50%的几率是活的 50%的几率是死的 只有当我们将这个盒子打开之后 才能看到这个猫到底是活的 还是死的这个状态 那我们是否是应该去理解说 这个最后的这个猫是死是活 这样一个结果是跟我们人去不去打开这个盒子有关系 就是跟我们主观的这种人去观测 会导致结果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反逻辑的一种概念 一种解释 所以他觉得这个就很奇怪了 如果说这个量子状态是什么样的 跟我们的观测 我们去不去观测它有关系 那就非常的没有道理了 所以当时那个解释观测 还有一个叫做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 就是哥本哈根解释 去理解这个测量所带来的效应 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一种解释方式 我后面会给大家具体的讲一些就关于测量的理解 并且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不太去支持这个哥本哈根解释的这种解释方法了 就有这种叫做多种宇宙的解释方法 但是对于测量这个东西还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一个方向 就还没有最后我们物理还没有达成一个最终的理解 那这个留到后面了 这个就是给大家讲一讲 薛定谔的猫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用来解释量子力学或者叠加概念的一个证明 这是当年薛定谔开涮 实际上是拿这个叠加这个概念有点不太愿意去接受它 所以去开涮的一个这个思想实验 但是后来大家觉得这个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这个实验好像很可爱啊 就是说这个思想实验很可爱 所以经常大家会看到这个量子跟猫会有这种结合到一起去的一些地方 就比如说我的漫画都是以猫为主角的 那我们下节课呢就讲一讲干涉 就是从今天的课开始 从叠加概念怎么引导到干涉 为什么叠加这么重要 那我们在后面的课程里面再继续看吧 好的 谢谢大家 这是我们第一节课 欢迎关注 欢迎关注